第一节课 我们从空机开始 因为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大家都已经学了 直拳 摆拳 勾拳 以及正体编组它的一个技术动作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第一课 来从空机开始 很多人问我 我打的时候为什么老师感觉没有力 或者我打的时候感觉 为什么打沙袋 或者打不准 会拐到手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这些课的内容里面 大家带来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首先 空机练习的作用是什么 空机练习是为了 复习我们的一个动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能够让我们的动作 显水 连贯 然后我们的组合在交叉 组合的过程中能够非常的流畅 那么我们在攻击的过程中 今天第一点 就给大家来讲攻击 那么攻击呢 我们做的是在打开的过程中 首先在做的过程中 怎么去打 第一个问题带来 一放慢我们的速度 放大我们的动作 什么意思 在我们打出拳的时候 很多人一上来 很快 很快的去打动作 那么同时 动作打不出去 收不回来 然后每个动作都处于这种 磕过在肌肉在使劲 这个环节 这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如何解决呢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放慢我们的速度 放大我们的动作 完全打完 完全打出去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 进行自由的组织 自由的组织 比如说 一放放两个 放放放三个 乃色的过程中再慢 一二三 完全手指放松了 通过我们做的过程中 把动作的力量 完全输出 完全输出 而不是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不是指使在胳膊上 不用使劲 你放松 打打打 也就是说 打这一下力量已经完了 打出去了 因为它是瞬间的力量 它不像我们去 像健身融 不去居亚梁 或居高梁 失去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发力 打拳它是瞬间的 棒 没有了 完全打出去了 还不是打完了 还憋着劲在身上 所以说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 动作越大越僵 越打越慢 然后呢 越打的动作 动作感觉越变 力量发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何做的放松 放慢我们的速度 放大我们的动作 把它打完 你动作越打完 你越控制它 越把力量收出 还不是 腐快 我们知道拍电影 电影的效果是什么 打到过程中 啪 用更快的手 去收 去收 这在下面 我会重点来讲解这一个问题 在后面我们来讲解这个问题 好 那么刚才我讲到了 放慢我们的速度 放大我们的动作 在做的过程 如何去做 从简单的 一到二到三到四 什么意思 我们无论是打拳 还是打拳脚 还是打手提 结合 站立式 这种活进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如何从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来做 看到吗 一个动作 对吧 回来 然后慢慢的从两个动作 自由组织 是打直白 还是直勾 还是直扫 还是直扫 还是蹬完 过地 放 放 一 一 直扫 上面 再走 通过这种慢速的一个节奏 然后呢 来让自己的动作 干嘛呢 先把它做完 把它连贯起来 先把动作打拳 然后再追求什么呢 一个速度提升 也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练的过程中 一定要先在第一个台阶 我们做好了 做到了 完全掌握了 没有难度了 然后呢 再要上一个台阶 要求 什么叫循序渐进 这就是循序渐进 从简单的动作 完全做完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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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完全做出来 完全打完 很多人一打 蹦蹦 蹦 看到吗 我们作为秋学者 很多时候 我们要找到一个什么 方法 我们先把动作放出来 先放出来 先做大 然后呢 再去收 因为你刚开始不会放 你就不会收 这就是要保守这个收法 再比如 我们看到很多拳击 那拳法里面 不管是开起来还是散打 拳击是最全面的 最专业的 所以我们要练习拳击 这个拳法 所以我们做的不如如何找到什么呢 放松 如何找到 如何发力 然后做到如何去连贯 流畅 那还有种打法呢 帮我打 打 你看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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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到我的两个肩膀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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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就第二个问题 发力点 什么叫发力点呢 就是我们胳膊在击打拳的过程中 动 肩膀又拉扯了 又抖动了一瞬间 这个抖动 不是我自己在那里抖动 而是干嘛呢 而是做的过程中 自然的它有一个打扯的抖动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 就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我们先扶下身来 你看 手是完全放松的 现在啊 胳膊不使劲了 就不是自己的 然后你看 抬下来 往下走的过程中 现在往下慢慢的去出拳的过程中 我现在胳膊下去的过程中 我这个肩膀和背 有拉扯的感觉 有拉扯的感觉 这个动作呢 才是打拳 而不是胳膊的使劲 肩膀是死的 肩膀是要活 要放松 你看 有拉扯 有拉扯的感觉 然后慢慢的起来 一样有拉扯的感觉 不管是持拳勾拳 摆拳 摆拳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能够让你的胳膊非常的放松 然后在打拳的过程中 找到 正常找到如何去打拳 如果找到这个发力点 我肩膀又拉扯的一瞬间 你看 一瞬间 这个就是发力点 发力点是什么 也叫 发力时间 就那么一下 瞬间的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如何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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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自己的拳 打的时候 手臂是非常 非常松弛 而不是 越打越僵 天皇越来越死 然后呢 手臂激露越来越僵 我是这是第二个方法 在做的过程中对于这个拳如何做到放松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如果在做拳的过程中打拳的过程中能不能让自己的这种节奏速度逐步的提升 从一单个的动作然后慢慢变成两个动作 不论是勾板还是直板还是后直前板还是后勾前板再逐步提升三个动作 自己想好再做不要一边做一边想这样做的话你应该连续想好 比如说直勾板 直勾板自己给自己口量 后直 直 板 直 直 板 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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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打任何拳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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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打任何拳 自己先组织完然后再慢慢地去做 熟练了以后然后再加速上到另外一个台阶来做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做攻击的过程中 首先让我们的动作变得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直接 还没有多余的动作 我们在打这种一边打一边站姆 或者一边打一边视线重心 或者一边打一边就回不来了 打得回一个出一个回 形成一个机 在练的过程中我已经形成北狼了 什么叫北狼 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 这个北狼的动作是 我能通过练型的过程中 花时间去想 比如说我现在打直钩板 直 钩 板 我在打的过程中再想 需要花时间 然后慢慢来 然后完了以后再来一个直 钩 板 慢慢慢慢加快速 棒棒棒 我现在来开始做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不停来打拳 刚才我在打的过程中 事先没有组织 事先也没有编曲 还是在一边打的过程中一边去做 但是我中间没有停队 这就是我们在打拳的过程中 让我们的动作和我们的思维 中间的 所花的时间非常的短 就能够让我们的动作第一 非常熟练 第二 记忆力非常强 然后呢 就享受自己的一个北狼动作 北狼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的动作 显出了以后 达到一个北狼 这是我们需要组织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现在我在打的过程中 很多人一天打 一天想 做不出来 这就没有形成一个记忆 总之学习 是一个记忆的过程 记忆完了 意识的记忆 这个动作是干嘛的 怎么去做的 但目的是干嘛的 对他的一个理解 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认知 对他的理解 这个动作的干嘛 是进攻的 还是防守的 还是假动作 等等 一系列 一系列的认知 思维的记忆 练了 肌肉的记忆 身体 肌肉的记忆 对动作的一个记忆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的思维一转化 进攻 就走了 老子的一小时候就到了 而不是老子的一想 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 时间 而不是有一个卡壳 这就是会达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高手 在做的过程中 顺心万变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握住这个手机 来做到非常 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 攻击练习 应该找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些其他的课程里面 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加完整 更加丰富的一些练习 如果让大家能够在练习过程中 能够找到这种进步的感 有获取感 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好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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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